下来关注体育消息 我们关注韩国羽毛球超级300赛16强的战报 首圈成龙拿下新加坡新星的我国男单自由员宋俊伟 今天继续高揍凯歌 直落两局拿下了韩国主场吴浩总资许光熙 携手混双情侣组合也就是吴勋法和赖杰敏夺得8强的门票 不过上个星期重回赛场的我国女单吴景威 则三局不敌青年时期的中国老对手王芷怡 提早结束本次征途 今天迎战主场一个兼赛会5号种资许光熙的我国自由人男单宋俊伟 在拿下手职之后次职上演追分戏码 最终以21比11 21比19晋级8强 明天将和以色列的选手争夺4强门票 另一只闯进8强的还有混双4号种资吴勋发和赖杰敏 这对情侣党耗时21分钟21比5 21比8击退以色列的母子党 明天的8强对手是新加坡夫妻党徐永凯和陈薇涵 至于国语混双陈炳顺和杜一卫 则两局不敌中国组合正四围和张书贤 18比21 14比21结束韩国赛中途 男双赛事方面 今天面对日本组合的五位升和刘润成激战三局 最终先胜后衰 21比16 14比21 22比24 威差高负未能晋级8强 今天和主场代表一较高下的我国另一组男双陈建民和陈薇强 同样三局败北 两人最终以17比21 21比9 13比21 在再吹帅贵和金元昊的拍下 我国女单自由人吴景威今天第三次面对中国选手王子怡 经过56分钟的三局奋战 吴景威无奈以22比20 7比21 12比21落败 止步16强 俾ᴌ ици Hunt 3 5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